面对这波经济的不景气 越来越多的家长已经努力负担学生昂贵的学费 从最新的资料当中显示 今年大学休学人数已创了历年来的新高 也因此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找寻打工赚取金钱 受到金融风暴的影响 没钱念书的大学生越来越多 因为父母被减薪裁员 让他们不得不休学出来工作赚钱 许多学校都预估到这波不景气 势必引发休学潮 因此在新学期之际都设立了助学方案 甚至消费券缴学费等等措施 我们这个学期是97学年度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休学人数大概是220几位 会不会在我们的下半年 就有比较更多的休学潮 其实这个我们也说不准 但是不管怎么样子 因为我们学校已经有准备好 这个叫做事情就爱听你这样子的一个专案 我们也很乐意来帮助我们的学生 大环境越来越严苛 许多学生害怕缴不起学费及生活费 纷纷寻找打工机会 也因此牺牲上课时间 上大学的目的本末导致 因为经济比较困难 还是说有其他原因然后去打工 有有有 目前有在打工 对对对 那为什么要打工 因为家里就是钱不太够用 因为妹妹又是念私立大学 然后我学费要6万 会打工然后就是会荒废一点学业 我觉得会 因为打工回到家都大概12点 尤其打洋班12点到1点 就回到家根本没什么时间念书 除了依赖各大学的助学计划 学生也只能在休学潮的阴影下 想办法自救